我这有十年没有回来了 这家乡的变化可真大 这家家户户啊 都盖起了小洋楼 我弟弟好长时间没有见到我了 这一次我回来 他见到我一定很开心 能不能别看啊 我看到你在这玩什么就不就来戏 那我今天不是周末吗 我也没什么事干 那只能说你是心大 你不会自己找点事干呀 你一个人挣多少钱你不知道啊 不知道给自己点压力啊 我现在在找建立不是还没找到吗 我现在正找着呢 行啊能不能别说了 你在家坐着你上哪找工作去 你还说我呢 你一直在家闲着 你能不能找一个工作呀 你的意思让我出去找工作 让我养着你 做梦的 谁家娶媳妇不得养媳妇啊 就你搞特殊啊 我没说让你养着我 不过这咱们两个过日子呢 咱们两个都工作了 以后的生活不是好一点吗 反正我告诉你啊 我这不可能出去找工作的 之前咱俩结婚的时候是你说过的 你负责赚钱 我只负责在家里待着就行了 这话是你说的 你自己忘了 行行行啊 我知道了 我告诉你啊 赶紧给我小妈妈挣钱 知道了 开门去 谁啊 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社长 桥子 姐 快进来 哎 团团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姐 有十年没回来的 这个就是兰团吧 对 这是我老婆 我结婚了 哎 我听你说了 姐快坐呀 哎 姐 你都这么长时间没回来了 现在怎么回来了 啊 我就想着回来看看你们 看我们 你们进来都走了这么多年了 怎么突然想起来回来看我们呀 蓝蓝你怎么能这样说我呢 这虽然你们结婚的时候 我没回来 是我做的不对 但是我现在不是回来了吗 再怎么说我也是强奏太极 你应该对我有最起码的尊重吧 我尊重你 那要你知道我被尊重才行吗 姐是吧 姐 你都走了这么多年了 现在好不然回来了 在外面挣多少钱 看你这个样子 在外面应该没挣到钱吧 你既然没挣到钱 你还回来干什么呀 那你回来不是拖累我们吗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这外面的钱并不好挣 你又不是不知道 是啊 咱姐一个人在外面这么长时间 也不容易 蓝蓝 好不容易回来了 少说两句 我这是实话实说 你说咱们的日子本来就不好过 刚才我还跟你说着呢 你一个月才两千多块钱 根本就不够咱们生活的 那突然又回来一个人 多一张嘴吃饭 咱家怎么可能养得起呢 你放心 你放心 我不在这里拖累你们 我就是回来看看我弟弟 看看我爸 哟 姐 你恐怕不知道吧 你爸呀早就不在了 什么 你说什么 怎么可能 姐 那时候跟你联系也联系不上 咱爸 前几年生了一场重病 走了 什么 他走了 那他生病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为什么不带他去治啊 我带他治了 可是咱爸 生了很严重的病 那治病得花几十万了 我上岚都是给钱去啊 是啊 刚才我就告诉你了 我们家条件不好 做个手术就要一二十万 我们上岚弄钱去啊 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 现在显得你孝顺了 都是我不好 是我不孝 我回来晚了 我这些年在外面 辛苦的挣钱 我就是想着 有一天我能够让爸 让我弟弟过上好日子 没想到 我爸是没有等到这一天 行了 能不能别哭了 这到我们家了 在我家哭哭啼啼的 笑什么样子 多晦气啊 既然你都看过墙子了 没什么事你赶紧走吧 墙子 就我刚回来也没有地方可去 我想去看看咱爸 你能不能让我在你家住一晚上 明天看完咱爸我就走 蓝蓝 你看 我姐她说了 她就在咱家住一晚上 要不让我姐 住在咱家吧 给她收拾住一个房间 不行 咱家哪有那么多空房间 够她住呀 反正我告诉你啊 这个家里面 我不希望有外人 可是她是我亲姐 咱不让她住咱家 我姐刚回来 也无依无靠的 她能去哪呀 那是她的事 跟我没关系 她是你姐又不是我姐 她都死过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她要有钱 就出去住一个宾馆 她要没钱就露宿街头 行了 强子 我也不为难你了 我不在你家住了 我出去收个房子住 那行 姐 你也别怪我 我们家确实没有什么地方 要不你还是走吧 你跟她那么多废话干什么呀 让她跟你走 我走了 以后没什么事 别来我家 我 不送你了姐 你也真是的 你看你姐那样 就是没出息 说不定她回来 就是偷奔咱们的 你还让她进咱家 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蓝蓝 你别生气了 我姐她现在不是走了吗 我今天明确地告诉你啊 你要是敢管你姐的事 咱俩这日子别过了 你自己看着办 我不管 赶紧我小妈妈找你钱去 听到没有 知道了 我现在就找工作了 我姐 喂 姐 强子 这我刚在回来的路上 我越想 越放心不像你 我觉得 你现在结了婚 有了媳妇 这生活 应该过得很紧张吧 我 还行吧 行了 强子 你什么都不用说 我也能看得出来 这结了婚以后 各方面开支 都挺大的 我呢 初一打工那么多年 也没帮过你什么 也没怎么回来 我今天回来 给你拿了二十万 就放在 你们沙发那个枕头下面了 姐 你为什么要给我拿这么多钱啊 你说现在 父母都不在了 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咱们两个最亲了 这十来年以来 姐也没有回来 帮过你什么 我知道 咱爸在最后走的时候 都是你在窗前窗尾的伺候他 是你在咱爸面前 尽孝了 我反而什么也没做 是我亏欠你们的 这张卡里 有二十万 拿着吧 就算是姐 补偿你的 立马 是你的生日 姐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哪来的这么多钱啊 因为你是我唯一的亲弟弟啊 在这个世界上 我只剩你这一个情人 我不帮你 谁帮你啊 可是 刚才我们还那样对你 还把你赶了出去 你 你怎么还对我这么好啊 行了 强子 我知道 这一切 都不是发自你内心的 你从小性格就软弱 什么事都没有主见 姐也能看得出来 在那个家里 你也当不了家 做不了主 什么都是你媳妇说的算 这样也好 有你媳妇在 以后也能有什么事 帮你出出主意什么 强子 你拿着这笔钱 以后跟你媳妇 好好过日子就行了 姐 那你以后怎么办啊 姐这次回来 打算不走吧 在老家 找着工作 或者是做个生意 以后 咱们也可以经常见面 我知道了 姐 咱们两个长联系 以后 咱们两个就是这个世界上 最亲的人了 我有时间了 会过去看你的 行 强子 明天 你陪着姐 去爸的屋里 看看爸爸 我会等你去的 放心吧 姐